OK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1.3 还有1.4 一起两个一起讲解 1.3呢 我们要讲到学习 像科学家这样的一些工作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要讲一下 就稍微的提一下几个科学家 那当然研究科学 进行科学研究的 我们就叫他科学家 我就不是科学家 我只是科学老师而已 我们没有研究的 我们只读科学课本 当他们讲这个原理的时候 我们就吸收起来 如果我们没有批凡性的 去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漏洞等等的 然后就要再进行实验 如果有一些老师真的有 有在研究这个部分 就看科学家的一些文 他们进行了实验 他们有写完整个report 去看他们的report等等的 我们要怎样去再进行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再进行怎样的实验 来证明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样子 我最近在看YouTube 这个我孩子在看YouTube的时候 突然间我看到的一个是 讲关于光的速度 光的速度 我们一直讲光的速度是3乘10的8次方 然后他就讲说 有没有可能是光的速度 是往前走的速度 跟往后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 不管是谁进行实验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们在这个点 让这个光触发了之后 我们在另外一个点去接收这个光 然后算他时间 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不知道 我这边什么时候开始 我另外一边不知道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 在两个点去测量的 每一个实验都是从这个点 放了那个光之后 反弹回来 在这个位置接收 所以变成了我们任何的实验 都是研究他双 就是来回双方面的一个速度来的 会不会有可能 这个光虫 是prefer某个方向 对着某个方向 他很快 反方向的时候 他特别慢 OK 所以 他们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节才是科学家 我们老师呢 就是 接收 接收而已 就是负责接收 然后呢 转 转述 整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成果 然后 然后当然我们的还是有 一直跟学生讲 要保持批判性的一个思维 OK 我们讲吧 了 不过到最后呢 我们最后 批改啊 还是什么呢 我们都是根据回课本 就就尽可能说 课外的东西 你们去读完就算 读 你们有兴趣去读 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还是考回课本的 里面的知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我们先讲一下 这几个科学家 的一些贡献 的 然后有他们的年份这样子 就讲到这个 哥白尼 这个科学家 天文学家 他很出名 蛮出名一下了 他在1473到1543 也就是说他提出 太阳是中心 那个时候太阳是中心 那个时候其实呢 很多人认为说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OK 这个地星说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就叫地星说 地星说呢 是托勒密提出来的 另外一个科学家 托勒密提出来之后呢 他还解释了很清楚说 哦 这个 这个星球的 旋绕呢 是螺旋状的 这一些是圆形的 等等 等等等等的 也很多人相信他 也相信了整千年以上 就是他们托勒密 差不多是公元 公元不容一百年 还是公元前后呢 就是跟公元 就是00年呢 是很靠近的这个年份 你整个理论呢 相信了一千多年 到了这个一千五百年左右呢 就突然间被这个 哥白年了 推翻 他也不是什么推翻 他就讲说 我们 我觉得这个托勒密 讲的有点太复杂了 我们心底的 的运行呢 不应该这么复杂的 应该是很简单的 哦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 会螺旋这样子转 奇怪 很奇怪 不能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应该他是 也是进行远行的 这样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螺旋状呢 因为我们也是在跟 就是绕着太阳转 所以我们才从地球上观察 才是螺旋状 所以他把整个东西 换成以太阳为中心的时候呢 全部的都是圆转 圆形的围绕 就变成很简单 没有人的 人的想法其实很奇怪 越简单的东西 他越不相信 他一直觉得说 应该越复杂 我越听不懂了 应该才是真的 所以这个 这个哥白尼 提出来了之后呢 很多人不相信他 包括了 而且很多人因为 相信了一千多年 一直觉得 没有理由 我们相信一千多年的 被你们 被你这个家伙 一下子又推翻掉 不相信 不过当然也是同时的 科学界这个东西 科学界呢 是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这个人提出来之后呢 其他科学家呢 就会帮他想出 真实的方式 当然当时呢 有另外一个 更加出名的科学家 叫加利略 卡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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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很可爱 加利略 我也不知道是 应该是读 卡利略 是他名字 卡利略 可能他姓 这样子 这个加利略呢 就帮他 帮他去观察 就觉得 他有 他这样子的想法 好像 好像也是 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加利略 就帮他去观察 等等的 然后加利略呢 就提出说 我支持他的讲法 所以才会呢 到最后呢 越来越多 这个 格白尼 讲出来 因为他名字不响 很多人不相信他 但是加利略 一讲出来之后 纷纷的科学家 也开始的去 去 去研究 到底是不是有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今天 我们已经 天文学 已经拍了很多 很多的 这个 飞船 探测器 等等的 当然我们也相信 太阳 太阳才是 这个 太阳系的中心 这个讲法 会比较贴切一点 当然现在他们 当然他的讲法 也是有漏洞 就是说 宇宙的中心 其实不是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宇宙没有中心的 大家都 就是 太阳是中心 是地球 太阳系的中心而已 所以又再往外 再看的话 是有更大的 黑洞 整个太阳系 又围绕着一个黑洞 整个太阳系来讲 又更加外 又有另外一些星系 所以到最后 到底谁才是中心 这个好像说不过去 所以还不知道 所以当然 当然他做出了一个 更比较好的 一个 往前的一大步 算是 其实相信了 一千多年的东西 被推翻掉 也是算是一个 往前一大步的一个部分 OK 所以这个是 哥巴尼的故事 再来这个牛顿 一讲到牛顿 大家都只是记得说 他坐在苹果树下 大家都讲 我们希望他坐在的是 榴莲树下 这样子的话 他就被榴莲砸中 就死翘翘就没有 我们就不用读物理 读到这么辛苦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大家很讨厌他 因为他研究的东西 很特别难 差不多中学的 那个六年的课程里面 有物理的部分 他占了一大部分 就是都在研究 他的这个力学 经典力学 所以他的 这个人物 差不多一六多年 一六多年 然后也建构了 这个经典的力学 非常有名的 还有的就是 他提出的是 大家都只是知道 他提出的是 万有引力 就是因为坐在苹果树下 看到这个地球 掉下来了之后 他就奇怪 为什么东西都会往下掉 不会往上飘 就觉得说 应该是质量造成 他有一个引力 所以他就推算出了 一个叫万有引力的东西 所以任何的 有质量的东西 都会有引力 所以就解释了 为什么呢 星体跟星体之间 会有质量比较 就是质量比较小的东西 为什么会围绕质量 比较大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提出了 这个 这个万有引力的之后呢 很多东西得以解释清楚 当然他最 他不止这个 这个是我们小学 小学对他的一个故事 他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有很出名的 三大运动定律 他还有提出什么 三大运动定律 就关于惯性啊 有关于力的这个 跟力的大小 跟他的这个 momentum 动量变化率有关 还有什么 力每一次都是成双成对的 就 我推你的同时 你也会推回我 这个就是 所谓的这个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我们叫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当然这个课程呢 已经出 有点难了 这个有关牛顿的很多东西 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 初中我们已经把这个牛顿 三大运动定律给去掉了 去掉了 OK 所以等到你们高中了才学 当然还有 数学其实有讲到牛顿 也就是牛顿研究这个 经典力学的时候呢 他发现到这个速度的这个运算 有需要到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叫为维计分 所以维计分呢 这个高中的维计分呢 就是由这个牛顿呢 带动了去 去研究出来的 所以这个牛顿呢 其实研究了很多东西 他同时是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也同时是 四大数学家 最有贡献的数学家之一 所以这个牛顿呢 是非常有出名的啦 当然我更喜欢他所讲的一句话 他这么有成就呢 他都 他用了一句很谦卑的一句话 叫做 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是因为他站在了巨人肩膀 所谓的巨人就是前人的研究 因为前人的研究 让我可以很轻松的 可以看得更远 然后呢 有更远的一个成就出来 所以非常的谦卑的一句话 我觉得 这个也需要 大家牢牢的记住 不要以为说 自己有很大的成就啦 自以为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就是牛顿的一个故事啦 当然还有一些不好的故事 我就不要讲 而且道尔顿呢 是这个化学 化学 化学家 然后呢 他提出了这个近代的原子论 这个原子论呢 其实很多漏洞 所以化学这个东西很可爱 他的 他提出了化学论呢 里面有四个东西呢 几乎好像都错到完 剩下一个是对的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原子论呢 跟现在我们所懂的东西呢 是最贴切 而且最 也是跨了一大步 所以我们也把它 作为这个化学 化学家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典范这样子 OK 一七多年的一个时候 他的一个原子论这样子啦 你们会在初二下策的时候 会读到的 还有这个生物学家达尔文 这个讲了达尔文 大家都很熟悉 他的什么进化论 进化论 OK 这达尔文的进化论呢 会在初三下策的时候 才会学到 当然 他的 达尔文进化论 最主要的一句话呢 叫做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现在很多人就用了这句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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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大家 当然他 他 他讲的这个 只是一个生物的一个规律 这样子 很多人就把 转成 比较励志的一些话 就是说 能够生存的 不一定是最优秀的 而是能够适应环境的 所以在 今天的这个疫情 就把很多的 很多很优秀的人 给打垮了 所以 尤其 像什么呢 像这个 像 旅游业 是最 最影响 最严重的 还有 这些飞机师 每次 以前很多 很多这种 什么 冲向云霄 哇 看到那个飞机师 几帅 然后呢 就讲到 他们的收入 是多么的 好的 然后 很多人也 向往说 我大了要做飞机师 但是今天 飞机师 全部没有饭吃 就是 全部裁员 裁掉 连工钱也没有 还有 听说有 飞机师 就 去路边 就是 麦伯格 围生 为了 就是围生 维持生活 所以 这个 这个疫情 让我们看了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每次讲 这个疫情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 也搬出了 这个达尔文的一句话 这个其实 听说不是他讲的 因为他讲的东西 是跟生物 生物学有关 所以大家也引用了 这句话 因为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这个其实就是 告诉我们 你要适应环境 你要适应环境 你才可以生存下来 这句也是 的确是他讲的 所以 大家也转一转 就把它变成了 最 能够生存下来的 不是最优秀的 你不要以为你优秀 你已经 就可以 生存下来 真正 生存下来的 是 能够适应环境的 所以今天 你多优秀的 你 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你就是被打下来 就是 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就为什么呢 就我们 也 也因为了 因为这个疫情 让很多 很多优秀的人 骄傲的人 变得更前辈 OK好 那我们 斯大士的科学家 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科学家的 工作方法 除了这四个科学家 当然还有很多科学家 今天我们又选了 另外一个 非常 非常非常的 典型的一个科学家 我们讲一下 他的故事 这个叫弗莱明 Fleming 这个弗莱明 是苏格兰的科学家 他其实主要是看到说 好像 每个 每个士兵呢 他们 有了伤口之后了 被照理上伤口 应该是很容易好的嘛 对 但是每一次 伤口 每一次没有办法复原 被这个细菌感染 细菌这么小的东西 我们又打败不了他 真是很可恶 所以就跟今天 我们一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以前呢 被这个细菌弄了之后呢 非常头痛 所以还要想一个方法 来把他这个细菌给处理掉 所以他有一次偶然的发现到了 在这个青梅菌 青梅菌的培养皿上 这个其实就是病毒的 病毒他们怎样去研究这个东西 有没有病毒 他们是哪一个 像 像 六耳朵 那个棉花棒 去画了几下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在培养皿上呢 画 ZigZag ZigZag 画了ZigZag 你看不到东西的 因为 就是 就是 玻璃这样子 他就会放在培养皿上 放一段的时间 放一段的时间的之后呢 那个细菌呢 就会 越长越多 你才可以看得出来 哦 这里有细菌的 这里划过的部分 有细菌 他在偶然 不知道 我听说是 他不小心掉了一片 青梅菌在那里 所以这个青梅菌 是怎样 青梅菌呢 常常出现在橘子类 就是我们 沉 沉发霉了之后 它上面会有 白色 青色的 那个 梅菌呢 叫做青梅菌 它其实在偶然的 偶然的机遇下呢 就掉了一粒 青梅菌在 那个培养皿上 然后呢 它把那个 培养皿放进去 放进去 培养 培养了一阵子之后呢 它发现到 不对路 你可以看到 这个青梅菌的周围 都没有这个细菌 这么差的周围 一段的距离 那些细菌 好像没有办法 生活 就是滋党的 它就奇怪了 这个细菌 是怕这个青梅菌 过后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巧合 也让它去继续的研究 应该是这个青梅菌 里面有一个东西呢 是细菌呢 是怕它 过后呢 它就 哦 原来里面有这个青梅素 哦 原来里面有这个抗抑制细菌生长的物质 叫做青梅素 OK 所以这个是换起来 所以它就猜想说 是应该里面有抑制细菌生长的一个物质 过后呢 发现到这是青梅素 也过后呢 也因为用了这个青梅素 提炼出来之后 弄成了这个抗生素 我们叫antibiotic 你这样抗生素 你们可能没有听懂 叫antibiotic 你就会想到 我们每次看医生 好像医生都会叫你 请你去吃这个antibiotic 必须要吃完它 有没有 大家好像有 每次都是这样子 因为呢 这个伤口 如果伤口 有被细菌感染 你的这个伤口就很难讨 很难愈合 所以变成了你们很多时候呢 有伤口的一些病 像咳嗽呢 这个喉咙痛 其实都是这些 喉咙的部分的 都会有伤口的一个可能 所以医生很多时候 开药的时候呢 就怕说这些伤口 如果有细菌感染 就会有问题 所以他就会开这个抗生素 给你去杀掉这些细菌 OK 但是记得抗生素 只能杀细菌 不能杀病毒 所以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这个 antibiotic去杀掉这个病毒 No 他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抗生素只能杀细菌 不能杀病毒 OK 所以当然这个抗生素 发明了之后呢 也 也 也在医疗上呢 有很多的贡献 救了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呢 这个 当然不是只有他 弗莱明 还有帮助他的 两个科学家 钱恩 跟这个 费洛里 然后 Flory 他们三个呢 共享这个 诺贝尔的生理学 跟这个医学奖 OK 所以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诺贝尔奖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获得了 这个诺贝尔奖 当然今天我们也有 因为这个 抗生素 滥用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抗生素滥用 就是很多人 就觉得说 我好像有细菌感染 我就吃了一些抗生素 结果他吃的 分量跟 跟那个医生 讲的分量 不一样 又或者是吃不完 我就觉得 我好了啦 我不要吃了 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讲 这些细菌呢 还没死光 那他只是说 让他数量减少 或者是减弱 然后呢 没有办法让你这个 喉咙再继续的痛 所以你就觉得 我已经好了 所以我就不再吃 这个抗生素 但是问题是 这个细菌呢 还没有被打死 他只是减弱而已 你已经好了 的确因为他已经是弱到 没有办法再 弄到你感染 但是问题是 他还没有死光的话 他会有变异 而且这个细菌呢 也是很厉害咯 你不要以为他们 看起来这样小小 他们当你杀不死 他的时候 他接下来 他生出来的孩子 就会有抵抗这个 抗生素的一个能力 哦 这个有一句话呢 叫 What doesn't mak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这个真的是可以 放在这个细菌身上 他 你杀不死他 他就会变成更强 哦 这个就是现在呢 他们 很多啦 在 我听我太太讲了 他是讲说 每次他们都用 某个细菌 来做实验 然后呢 也用了这个抗生素 来试一下 可以不可以杀他们 目前呢 是这个科学 这个 实验室用了这个细菌啊 这已经变成了超级细菌了 哦 因为你们实验室 每次在那里 用他来做实验 结果每次杀 没有杀完他们 因为这个细菌呢 已经是飘 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世界上呢 已经变成了超级细菌了 哦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讲 这个 抗生素 不能滥用 你一出招 就要把他杀死 不然的话呢 他接下来呢 就会变成 越来越强的细菌 抗生素 已经没有办法 再把他给杀死了 我们人类呢 就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杀他 就要想 新的一个科技了 哦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有一派人啊 我不知道你们 晓不晓得 有一派人 一直在抗 抗拒打疫苗 其中一个原因呢 他们认为说 这个疫苗呢 有点半吊子 就是好像研究了一下 就就就推出来 真正 如果你讲说 真正的疫苗呢 需要 呃 六六 六年到八年的时间呢 才研究成功的 今天 今天 然后因为 因为疫情严重啊 所以变成了 他们把整个 火力也集中在这个 疫苗的 呃 研究上面 可能可以加快 但是有点 太夸张的快啊 呃 很快的就推 推出来 然后呢 呃 你也会听 你也听到说 很多很多的啊 突然间又来一个 较大病毒 非常强劲 然后现在又来一个 奥米罗 哎 是叫奥米罗 我又忘记了 啊 就是越来越多 这种变异的 一个病毒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呃 这个疫苗 哈 让这个病毒 没有办法打赢 打死完 他们 啊 但是 他们减弱了之后呢 又会变成了 更强的一个 病毒 变异出来 啊 这个也是一个 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啊 所以看起来要长期的作战 啊 所以为什么我直接的 啊 安排网课算了 啊 所以因为 啊 这个这个疫情呢 看起来呢 越来越严重 当然现在我们的感染指数 好像 哎 慢慢的降低了 看起来好像奏效 啊 希望是说 那个病毒不要再变异了 这个就就就算是 我们就可以成功过关 不然的话呢 他在变异下去啊 还真的是很头痛 当然这个最新的科技呢 是用这个 Fizer呢 他们是用mRNA的那个那个方式 好像听说呢 他们变异很快都好 他们只需要放进去那个booster 打进打了booster呢 就可以又再的又再一次的就保护 所以为什么又鼓励说啊 你们又再一次啊 这个新的变异呢 我们又再用booster去 再打第三针啊 只是怕他第四是第五 第六七针呢 可能以后又再需要的打更多针 OK 所以大致上呢 是这样子了 这个青霉 青霉树的一个发现 这个弗莱明 在 在医学上呢 得到了广泛的一个使用 OK 除了讲这个 弗莱明了 我们还讲一下这个伽利略 刚才我提到这一位伽利略 就是支持 哥白尼的这个地心说的这个 科学家 他其实是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物理学家 在很早的时候呢 他17岁的时候呢 他就在教堂那里观察这个吊灯 的摆动了 他就在计算那个时间 他发现到呢 这个摆动的幅度越小 摆动的幅度会越来越小 但是每一次的摆动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你我们以为说 哎这个 这个单摆摆动呢 如果你越 摆动的幅度越大 照理上的距离会越大嘛 对不对 但是理论上来讲 应该会比较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不是我 他发现到呢 他摆动的幅度很大跟很小都好 那个时间是一样的 OK 这个原理呢 当然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等时 等速度的运动 他是一个加速度的一个运动 所以变成了他每次的摆动的时间呢 都是想等的 所以经过了实验呢 他也证明到摆的这个等时性的一个原理 所以变成了我们拿来制造成这个摆钟 就是摇摆 然后呢 就可以算时间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他17岁的时候呢 就有 就有这样子一个观察力 跟一个思考能力 就可以观察到 所以这个也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 作为科学家了 如果要作为科学家的话呢 你要有观察 还有思考的一个习惯 平时看到了之后 很多人就习以为常 就是这样子嘛 但是呢 对科学家来讲呢 他看到了之后 他他会产生一个好奇 跟我孩子很像啊 其实我的小孩子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他们的好奇心很强 因为他们越 他们不懂的很多东西 都变成了他们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呢 他们听到了一个知识之后呢 他们就会问很多问题 当然成人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知识 都有漏洞 只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小孩子他们也不理这么多 反正就是我听到了这个知识 他就会形成另外的很多的问题 当然这个很多的问题呢 我也很懒惰去解释给他听 所以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是你自己去find out 每次用这个方法来打发 你自己去找出来 这个很好的问题 你自己去find out一下 OK 当然这个就是也是 就是让他可以有思考的一个习惯 不要很多时候 有好奇心是好事 但是不喜欢思考 每次就是想要问我 就得到答案 这个也是一个 让他可以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 OK 科学家 我们再讲一下另外一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比较不出名 他叫法布尔 他法布尔其实他是研究昆虫的 研究昆虫 所以他 这个是他的一个小故事 我们看一下 他其实写过一本叫昆虫记 因为他对昆虫非常有兴趣 所以看了之后 他把他全部的实性 生活环境 生活的技巧等等 都写出来 像是这个 有一个叫死克狼 这个是一个 一种昆虫 他叫他死克狼 因为他会有推粪球 他就描述他们怎样去推粪球 如何去制造 如何去滚动 然后怎样去使用这个粪球 所以让更多人认识 这个死克狼 这个昆虫 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是其实他对这个清洁自然的环境 有重要的一个价值 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死克狼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头在下面 他用后腿在推 真正的怎样去制造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能去看一下他的书 OK 所以我是不是很了解 我只是看课本 课本是怎样讲 我们就这样跟学生讲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他的书 OK 时刻狼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要进行对比的 像科学家 我们也常常说 诶怎样这几个动物呢 有什么样的差别 像这个是马 中间这个是驴 还有右边这个是牛 好像是水牛的感觉 OK 所以他在 他的相同之地方在哪里 他好像有一些相同点 比如说你讲 他们都是四肢脚了 或者是他们的脚上都有一个体 都是属于体类的 当然他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你就会讲说 这个毛色方面不一样 或者是这个牛是有脚的 其他马跟驴没有 或者是马跟驴 很像了嘛 对不对 马跟驴很像了 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个差别 像毛 你看这个毛 尾巴 尾巴方面呢 这个有一些是中间有一条 肉 像肉这样子的 然后呢 最尾端的才有毛 这个马好像是整个都是毛来的 从最底部呢 就是从毛开始就发出来的 OK 所以这些也是他的一些 细微的部分 所以相同点 不同点 可以有很细微的 也有很笼统的 就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等等的 所以当然 我们的这个科学观察 除了用眼睛看以外 还有有时候会要用耳朵听 甚至用手摸 用嘴巴长 用鼻子嗅 还有最重要的部分呢 我们是要用大脑进行思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观察 OK 那科学观察有几种 等于用耳朵 眼睛等等的这些感受器 当然我们的这些感受器呢 有限制 有限制 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 就是太小的 我们可能看不到 所以可能我们要借助放大镜 以前呢 就开始用放大镜 看那个 眼睛 看那个夜脉 看叶子的那个夜脉 这个夜脉是怎样的 这个是网状夜脉 然后网状月脉的一些 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还是怎样的 这个可以用放大镜来看 当然有 有些人的眼睛很好的 他不需要放大镜都OK 过后呢 更小的部分呢 我们放大镜好像不够用啊 好像细胞的部分呢 好像用放大镜看不到 所以就想到说 有没有办法呢 用两个放大镜 两个凸透镜 来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放大率 所以就会有血维镜 血维镜呢 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 细胞 可以观察到细胞 那耳朵呢 耳朵在可能 对于医生来讲 如果耳朵要贴到人家的胸部 好像不是很方便 又或者是那个声音可能 不太够大声 所以他用了这个听诊器 来听一下里面的呼吸的声音 最主要其实是听呼吸的声音 顺不顺 有没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在里面 OK 还有的是太空的部分了 像太空探索 我们光远镜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因为在地 我们在地上看的话呢 会有云朵的遮住了 或者是天气的变化 我们观察不到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我能不能够像卫星这样子 放在太空高空中 就不会再受空气的影响 不会受大气层的灰尘 的影响观察到更加清晰 所以他们有这种叫太空望远镜的 这个加了哈勃两个字 其实不是哈勃发明的 哈勃是一个天文学家 科学家 所以他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劳 所以用了这个太空望远镜来 来命名他的 用了他们名字来命名这个 太空望远镜 叫哈勃 太空望远镜 卫星呢 也可以观察地貌 就是我们的地上的那些 甚至路线 其实我们马路啊 那些全部都可以拍到很清楚的 还有雷达可以探测飞行器 虽然MH370到现在都还找不到 但是其实是雷达呢 是可以找到飞行器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 OK 然后这些什么呢 在生活上 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观察到的东西 像叶片的形状啊 这个天空的云层的厚薄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观察 进行测量的 像同一个东西 是不是质量大 就下落的快 质量小就下落的慢 你可以在同一个高度 去测量它落地的时间 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进行研究的 就鼓励大家呢 可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讲到这个质量的啊 是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是由这个伽利略发现的 以前呢他们就觉得说哦你看一张纸飘飘飘很慢到地啊对不对 另外石头 到了地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刚刚开始啊那个时候是公元前的时候啊他们就认为说啊这个落地的时间应该跟质量有关啊不过过后呢就贾利略决觉得说如果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质量比较小的球会不会也是一样的一个效果呢所以他用了一个铁球和另外一个是木球然后呢他在哪里丢下来的呢他就会有一个质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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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质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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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质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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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质量质量的质量质量质量质 是另外一个的一一杯还是一半这样子 所以他就讲 好像跟这个质量不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当然过后呢 他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跟 因为风的阻力造成的一个不一样的差别 所以跟这个质量呢 不是直接的关系 过后当然技术成熟 我们今天甚至可以用 把一个地方 一间房间抽成真空 他们甚至用羽毛跟铁球 同时的放下来 结果同时的倒地 有没有想到羽毛都可以跟这个球 铁球可以同时倒地 这个几乎没有 以前的话呢 就没有能力做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个 抽真空的一间房间 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所以这个真的是技术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进步 OK 给大家看